9月30日泰国联业部携手乐批府电力公司 共同启动第二届保护森林真爱家园大型环保公益活动 继长达5年的首届环保活动的成功举办 第二届保护森林真爱家园项目于上月30日正式启动 活动周期为2013年至2017年 时间同样长达5年 曾参与首届活动的民众纷纷表示 将继续参与到本届活动中 同时也迎来了许多新成员 环保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相信我们共同的家园将会越来越美 主办方表示 希望本届活动能汲取上届活动的经验 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宣传环保知识 身体力行保护森林 同时也告诫广大民众 不能为一时的商业利益而破坏森林 只要我们懂得保护绿色生命 大自然才会给予人类最真诚的回报 东盟卫视MGTV记者刘新云 庆邦 泰国曼谷报道